之前拍了一条在茶餐吃早餐 吉手指测血糖的影片 有人留言说我有糖尿病前期 因为这个留言我走到去验血做了HbA1c的测试 今天我们要看看我的血糖报告 首先什么是糖尿病 简单说糖尿病是指血液里面有太多糖分 而糖尿病是一种慢性验症 所以一餐两餐高血糖不代表你有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 要确诊糖尿病就是要看胸肤血糖和HbA1c糖化血糖素 糖尿病就分为三类 一型二型和人神糖尿病 这个影片我只是说 而饮食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二型糖尿病 which是占了所有糖尿病的95% 下一个我们要看 为什么二型糖尿病的血有那么多糖分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种激素叫二倒数 它就好像一把锁匙那样 要打开细胞那么闷 来接收血液的葡萄糖 细胞就可以用葡萄糖当为Energy 同时间将血液里面的葡萄糖降回正常水平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话 它们的细胞就无法对二倒数作出应有的反应 即是说锁匙已经去到门口了 但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去开门 这个就叫做二倒数抵抗 insulin resistance 就是令到血糖比一般人逗留在血液时间长一点 餐后的血糖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来降回正常水平 不单是餐后血糖逗留那么久 连胸科血糖都比一般人高 之前它的baseline都已经高了 全部都是身体对二倒数的反应不够敏锐 还有在更加严重的糖尿病后期 身体都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二倒数 这就更加严重了 我们再看二倒数抵抗又怎样发生呢 简单的答案就是吃太多糖 是当身体每一次有很大量的糖 忽然间冲进来的时候 身体就要制造很大量的二倒数 来应付这些糖 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但是久而久之呢 大量的二倒数分泌令到细胞开始对它麻木 多到体会看到炎 搞到细胞对二倒数的反应变得越来越迟钝 吃太多糖的确是一个简化的答案 但是其实吃不够蛋白质和脂肪 对血糖控制都不好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吃得所谓的健康 餐餐清淡不吃油 少吃甜品 少喝汽水 上了一年纪都会幻想糖尿病 就是因为吃不够蛋白质和脂肪 延持葡萄糖吸收到血液中 来防止血糖的飙升 就好像我在这个影片有分享 在茶餐厅吃的早餐 有些早餐吃饱两个钟之后 血糖都是高的 虽然不是高到像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level 但是长期日日的餐后血糖都有很大的波动和飙高的话 一样慢慢会产生二倒数抵抗 有些观众还说我可能有糖尿病前期 因为看到我餐后血糖高 还叫我做糖化血红素HbA1C 来确认是否真的有糖尿病前期 我自己知道很肯定没有 因为我很少吃全CAPS的早餐 还有我做重婚和胸肤血糖是正常的 但无所谓了 我就去做HbA1C去确认一下 结果是? 我真的没有糖尿病前期 多谢关心 我两种HbA1C的测试和胸肤血糖都是正常 我觉得很多人看了那个片 看到我吃一些不算很邪恶的早餐 血糖升得高就以为我有糖尿病前期 但事实是 如果一餐里面不够蛋白质和脂肪的话 连无糖尿病的人的血糖都会表高 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我们当然不会留意 是因为无糖尿病的人 哪会每一次餐后去读手折血糖呢? 所以我在上一个影片 在茶餐厅吃得比较清淡 但血糖都飙高是正常的 不是因为我有糖尿病前期 你想想 如果一个无糖尿病的人 吃一个全糖尿病的一餐 血糖不会飙高的话 他就不会产生易度数抵抗 这个世界应该会有很少人有二认糖尿病 这行为期两年的随机临床实验 61位二认糖尿病患者 33位跟了低碳饮食 28位跟了低脂饮食 大约是一半的人数 两组一样都有热量限制 有做运动 他们的结果挺理想的 可以减多重量 和糖化血糖数可以降低 不错的 减重对糖尿病患者 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再看下去 低碳果组大幅减少糖尿病药物需求 和改善了血糖稳定性和血脂 这个就有不同了 这个研究 两组参与者有这么好的改善 是因为这个研究 有形容师帮这些参与者计好每日的热量 提供他们的食物清单 定期跟他们的follow up 还有教练给他们的运动训练班 但我们现实世界当然不同了 我们饮食上可以做些什么来控制好血糖呢 不一定要去到低碳饮食 但是自须要确保餐餐都有蛋白质和脂肪 来帮助減慢血糖的上升 当你一吃到蛋白质和脂肪的话 自然就会吃少些碳水化物 给一些例子 如果你早餐喜欢吃包 在面包上就塗多些牛油 或者好像我喜欢那样 点橄榄油吃 再加上两三只蛋 那午餐晚餐喜欢吃饭的话 用橄榄油或者猪油拌饭 用多些油煮菜 包你会有很好的爆竹感 我们的目标是要血糖稳稳定定 尽量减少胰岛素的负担 身体才可以慢慢改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 那除了饮食 生活上可以做的改变是 第一 多运动 尤其是重睡的运动 第二是戒烟 第三是小饮酒 第四是减少促进发炎的植物油 因为炎症会导致更多的胰岛素抵抗 但是这些油呢 往往被推为健康的植物油 而很多人很怕饱和脂肪 说会搞到失血管是错的 我在这个影片有更详细的分享 饱和脂肪的迷思 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饮食指纳是错的 我下一次会分享更多关于血糖控制 所以记得订阅和按个小铃 当我发生的影片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拜拜